夜晚警官灯无故时好时坏 是警员又电了还是什么回事 结果呢 它就无量 可疑男子独路狂奔 警方急速追赶 是不是要发生什么 对他不好的事情 那就拼命地跑 同一单元内的三名一犯 是同伙 亦或是巧合 亮不起来的路灯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四川省梁山遗族自治州西昌市 被誉为春天栖息的城市 这里拥有全国最大的 城市湿地公园 琼海湿地公园 白天 这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前来观光游玩 每当夕阳西下 这里就成为了当地市民 最喜爱的散步夜跑场地 我每天吃完饭的话 都会在这里来跑 因为舞蹈老师嘛 要保持身材 白天上班 晚上的时候就会经常在这一跑 从2021年5月开始 夜跑爱好者们发现 湿地公园内除了路灯以外 路边的树叉上 还亮起了鸟巢造型的景观灯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这些新安装的景观灯 总是时好时坏 我就有点疑惑 这景区是怎么回事 是景源右垫吗 还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他们也没有规定 这个景观灯好久开放 好久关灯 就很烦 真的很烦 给我们的这种感觉 本来就是来享受这里的环境 这里的跑步的一个愉悦的心情 结果呢 它就不亮 那么好个景区 那么好个地方 为什么黑灯瞎火的呀 老北京的抱怨就是这样的 但是老北京也不知道 当时是什么原因 事实上 这些景观灯时好时坏的情况 已经困扰辖区区派出所多日了 新村派出所的民警 通过调查了解到 嫌疑诊分别在2021年5月10月 5月15日 5月17日 连续作案损坏警官灯电缆 2021年5月19日 110指挥中心再次接到报警 警区内的电缆再次遭到破坏 检切这个过程属于带电工作 说明它对电工知识非常的了解 而且还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 它破坏电缆线 管线还有就是剥皮的这些方式 都是同一种类型 现场勘查后 侦察员将现场情况 与之前两次的案发现场进行比对 发现及其案件惊人的相似 通过我们的现场勘查 窃贼破坏电缆的目的非常明确 其实盗窃线纵 最本质的就是铜 获取铜去卖 盗个的铜 它是5乘16平方的 而且里面的含铜是非常的多 我们初步的走访了一下 大概一米 价值高达100多块钱 然而 在对警区内部报案情况 进行了解后 侦察员发现 窃贼盗走如此大量的电缆 似乎并非易事 警区工作人员告诉侦察员 湿地公园每晚10点 都会清场关门 保安每隔15分钟巡逻一次 除此以外 湿地公园内还装有 众多监控摄像头 在如此严密的防控条件下 成功实施盗窃 又没有被人发现行踪 嫌疑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些都是他们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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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个弹线线 把这些都驾开之后 冲下去 你说这地方捅过去 捅过去 会捅到哪些是这样子 上打工了 等于说那天的发现 被盗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 都口子是刚刚刚 刚刚驾开那口子 然后签字夹过来 印在头很新鲜 我们看过来 这个嫌疑人确实非常的胆大 因为在第一次被盗之后 出现这个情况之内 其实这个警区是加大了 这个巡农防控的力度 但是这个嫌疑人并没有收手 反而肆无忌惮地继续作案 而且作案的这个盗窃的 这个县难越到越多 同时让我们初步的判断 他不仅在具备这个电工 机组知识的情况下 他可能对这个县难 掩埋的地点非常的熟悉 甚至不排除他可能参与 或者知晓这个工程 在被盗的现场相对 就是被盗里 它就可以在现场里再发现 说明一下在保安市的经济里面 保安有状况多 来回你再行 那说明一下在 只是你保安业 咱们也感到很奇怪 反而那些之前完工的没有被盗 刚刚完工的完工就被盗 所以我们对这个六标段的 27名工人 所有的工人进行了一个摸牌 现场的走访 还有一些其他可能的一些线索 主要是做这方面工作 来对案件看能不能起到一些帮助 除此以外 警区内的工作人员 也被纳入了民警摸牌的范围 尤其是在夜间的这样一个安保人员 也进行了一个时空的一个摸牌 但是我们发现了 这些人都不符合 在不断扩大排查范围的同时 图真民警调去了案发前后 被盗路段的所有监控 进行视频研判 我们实际上是把我们的视频监控扩展了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把两头都堵一下 看他会不会重新发现 他逃跑或者来的诡计 案情扑朔迷离 看似无迹可循 但专案组在将几起案件串并起来 进行研判之后 发现嫌疑人作案 还是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的 这基本上就间隔一天 或者是一天多两天的样子 就连续作案 那这个人应该 极有可能是最近很缺钱 那极有可能他在下一个时间节点 可能22 23号 34号 极有可能就继续作案 但警区面积很大 仅凭作案组手头的警力 是无法做到全面布控的 警方只得将警区的安保人员 组织起来 和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一起 在夜间蹲守巡查警区 可是一连三四天 警区一直没有案件发生 正当专案组感到有些焦急的时候 2021年5月22日晚上11点多 警区有一段路的灯光 突然再次熄灭了 我们行动队员刚好行动这一段路 就发现那个灯没亮 然后行动队员看见那里有个黑影 在那蹬着 行动队员就问他干啥 他就拔腿就跑 保安上前去看的时候 就发现了 被刚被倒戈的这样一个电脑 还有刚剥离下来的铜线 保安向对角机里边 倒戈线的这个嫌疑人 正往实际三期的停车场出口 逃窜 一直围捕到这个厕所附近 然后这个人就冲进了这个厕所里面 把门关起来躲在里面 在场的民警都以为 嫌疑人已经是梦中之鳖 他们随即强行打开卫胸间的门 可是开门之后 所有人却都傻了眼 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夜间的夜跑者 夜跑爱好者 但是这个嫌疑人 实际上的嫌疑人是并没有给他围捕到 此时真正的嫌疑人已经逃之夭夭 但因为这次警方知道了精确的案发时间 所以很快就在监控里 锁定了嫌疑人在警区活动的影像 2021年5月22日 23点23分 犯罪嫌疑人驾驶电动车 来到警区停车场 随后他破坏警区路边的防护网 进入警区实施盗窃 5月23日凌晨0点50分 犯罪嫌疑人在湿地公园二七路段 盗窃电缆时 被巡逻保安发现 犯罪嫌疑人随即脱掉外套 跑回停车场 驾驶电动自行车逃离 就当犯罪嫌疑人逃到停车场时 一位夜跑爱好者 正巧结束夜跑在路边休息 两人擦肩而过 然后他当时听到有保安在喊 不要跑不要跑的时候 他当时他也是拼命地一个劲地跑 他就害怕是不是要发生什么 对他不好的事情 然后就拼命地跑 然后就造成了这么一个误会 尽管犯罪嫌疑人侥幸逃脱 但是他与保安短暂的接触 却留下了重要线索 嫌疑人的基本的衣着特征 体貌特征 甚至发现了他的交通工具 那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契机 那么沿着这个情况 我们的途征就开始介入 按照这条线作为一个中心重点 进行一个路线 来去路线的一个回溯和追踪 经过社会监控局发现一个人 一个穿红衣服的红色外套 里面也是个白色的体恤 提一个电瓶车的这么一个人员 他非常狡猾 从他来和去的时候 他都是刻意地绕了一下 都不是说直接过去 走的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仅仅依靠图真民警的追踪 案件侦破短时间内 难以取得进展 专案组还需要掌握更多的线索 然而 也许是这次夜间的遭遇 惊动了这名嫌疑人 打从那天起 公园景区的警官灯 就再没出现过问题 这样一来 夜跑的群众交口称赞 但警方却有苦难言 因为嫌疑人此时还逍遥法外 案件下一步的侦查工作 又该如何开展呢 就在我们侦查的这个过程当中 咱们公安机关又接到了报警 就在这个湿地的2737附近 周边一个小区 安置小区 发现了线染被盗 安置小区发案 也是在这个时间段 也是连续两个受害人 来报案 家里边电线就被盗了 因为他那个小区很特殊 现在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 在装修 还没有入住嘛 他那个所以人员是特别复杂的 丁家坝电线被盗和 私地公园电缆线被盗 它的直线距离在 三公里到四公里之间 丁家坝小区里面被盗的是住户 它采取的是攀爬煤气管道 进入室内 将室内没有使用的层捆 加装电线 即已经干装在墙体上的电线 抽出来带着 发案时间也是在夜间 嫌疑人盗窃的目标是电线 此案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 它就算扫棒式的 它一进入二单元以后 它从二单元的平台 它就可以顺着这个二楼以上的平台 就可以挨着挨着地爬着 三楼四楼五楼六楼 它只要看到累加有线 它就可以进去去盗窃了 所以说那一晚 然后大概有十户都这么样子 地线来 放在家里的线来被盗 警方发现 被盗住宅的楼道里 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民警立即来到了该小区物业 调取了案发当日 被盗住宅楼道里的监控 很快 一个可疑的身影 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傍晚的时候 就发现有一个相对可疑的人员 驾驶的一栏电动车 从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入口 进入了这个在监小区的 飞楼地下停车场 这个人为什么觉得很可疑呢 因为晚上的话 去施工的人可能是不可能有的 然后这个地下停车场 本来就还没有使用 然后就把它的一个电动车 停在这个电梯的附近 然后自己应该是步行上的楼梯 19点38分 这个可疑的身影 从地下停车场 进入到被盗住宅楼 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 出现的时候 他行为比较鬼鬼祟祟的 然后他抬头看了一眼 就发现有监控 然后突然给这么一闪而过 那就避开监控 就走楼梯了 然后就是他抬头的这么一下 就捕捉到他的这个 面部特征情况 还有他的衣着情况 特征情况 他有可能是一名装修人员 那么装修人员 你进入这个内部的大楼 你何必要刻意地去 规避一些监控 他空手进入这个中心现场 但是他出来的时候 他滴落了一个很大一个袋子 重量是比较重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人员 作为一个重大的洗衣人 然后我们根据他的衣着 特征和形体特征 然后我们就对他进行全程追踪 一直追到了西藏寺文会路 一个百声药液旁边有一个巷子 经过缜密的调查 警方很快确定了可疑男子的身份 高某1996年出生 四川省梁山遗族自治州 宁南县人 现租住在西昌市文会路 某巷子内的出租屋里 经过进一步的侦查 发现他是在咱们西昌市的 胜利栏路一家家居装修工资上班 而且所从事的工种 也正好就是电工 当我们锁定了这个丁家坝 案子小区加装线蓝被盗的 这个嫌疑人之后 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 对这个嫌疑人实施抓捕 那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在同一时间段 发生在湿地公园里面的 线蓝被盗的这个情况 图真民警通过视频追踪发现 5月中下旬 在湿地公园发生的 电缆被盗案中 犯罪嫌疑人作案后 逃跑的落脚点 与犯罪嫌疑人高某的落脚点 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的轨迹 最终都消失在同一处地方 高某是否与湿地公园 电缆被盗案有关 图真民警 首先给出了他们的判断 因为两个案件 两个人员落脚点 最后返回的落脚点 会出来的 特别说都在这个 文汇路这个巷子里面 电瓶车 衣着特征 还有个消失的落脚点 这些都非常吻合 我们认为可以并案 可就当图真民警 提出并案的建议时 负责现场勘察的民警 却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因为我们是用痕迹说话 丁家坝和湿地公园 这两个地方 它的特性和共性来说 我们做了一个案情分析 发现他们确实不同点太大了 而共同点只有一个是在夜间 其他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 我们坚持的观点 还是不是同一伙人 因为产生这个矛盾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伙人的话 对于我们侦察员来讲的话 觉得要在准确点 在细致点 十分确定才行 我们去区区站来了 你把这个图真理情网回报 丁家坝的这期保护电来线 或者这个实力 你电来线是不是 实行获得了 从技术上来拍 从技术上来拍掉的话 它应该不会是有 或者小子小张去到不同 第二个是二次零的问题 应该不是有的 图真啥呢 因为逃跑路线 或到最后的探索 多久一点 我们形成的原因还是 不是同一伙人 也是同一伙人 这啥俩的说话 实际工业会增加到 做完的这个实践空间 实际工破 就是过程的全明确了 使他有伙人 拿这个实际一个非常好拍摄 因为产生这个矛盾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伙人的话 我们就实际地到这个电瓶车 消失这个区域 进行一个折风排查 里面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 一个出租屋的一个混居区 可能大概有五六栋 七八栋房子一样 因为他进来以后 没有从下一个路口出去 他只能就是在这个区域 民警首先在这个巷子里面 寻找的重点 就是分别出现在 两个案发现场的 电动自行车 金家霸这个嫌疑人 我们通过查询 是在他名下 是有一辆注册的电瓶车 这辆电瓶车 和我们这个视频侦查 是吻合的 是一辆黑色的电瓶车 在实际工业 我们经过回溯 发现这辆电瓶车 是一辆红色的电瓶车 而且这辆电瓶车 相对是比较有特点的 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动车 它整个前挡板 是包含了这个前轮 全部覆盖在里面 但是他所骑身的 这辆电动车 它这个前轮 是单独的前挡立板 单独的有一个护盖 如果能在这个巷子里 分别找到 这两起案件的嫌疑车辆 或许所有问题 都能找到答案 功夫不负有些人 刚好就在其中一栋的一楼 停放的音量 正在充电的电动车 就发现它的特征 和我们在案发现场 发现的进步上 特征就非常的吻合 这辆红色电动自行车的出现 打破了案件的僵局 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 这辆红色电动自行车的主人 并不是高某 这个人员呢 我们排查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了一下 一看 我们就一下子笑了 这个人是一个老熟人 在之前 也同样被我们行政大队 打击处理过 红色电动自行车 车主名为姚某云 1990年出生 四川省梁山遗族自治州 西昌市人 2019年因盗窃罪 被判拘役五个月 因为翘翘房东的下面 他的楼下 刚好有这个社会监控 市级公园也好 还是我们的安置小区也好 所有案发时段的这个 时间点的这个监控 进行个提取 就发现 每一起市级公园案件 发生的时候 出门的 就是我们现在 这辆电动自行车主 姚某某 警方由此认定 姚某云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就在出租屋的调查中 民警还发现了 丁家坝家庄电线被盗案 犯罪嫌疑人的同伙 那就是嫌疑人高某的弟弟 高某福 通过多方面的侦查 民警发现 姚某云与高氏兄弟二人 却并不认识 欢迎订阅 ead for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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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有了公安民警日复一日的守护 才有了这个城市的安宁祥和 百姓的安居乐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